嘿大家好我是MNike 叫我A夢或E夢 那今天呢又是這個前哨系列要來講一下魔法破防 那這個前哨的系列為什麼會做在坦克那一集有講過 然後呢大補帖的更新企劃 在上一集就是輔助的那一集有講過 所以這邊就不再重申可以點資訊欄的連結過去看一下 那這個呢一樣會有圖片的版本喔 但是要注意的是說到時候 有可能會有調整就正式的大補帖出來之後這個細項的評價是有可能會調整 或是敘述有可能會調整 那這個也是我放這個前哨出來的原因之一啦 就可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或是呢可以跟一些其他人討論一下 然後了解一下說每個人針對不同角色有沒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再去調整我的評價 希望可以讓這個評價不要這麼的主觀啦 就不要這麼以我主觀這樣子 好那我們還是一樣來介紹一下這個表格的部分喔 那首先呢這個表格其實跟物理破防的是差不多的編排喔 那最大破防量跟這個體感破防率呢 最大破防量的部分就是指數據面 這個角色大概可以破多少的防禦力 那這邊呢都是寫的是倍率啦 就是像中二的話1.2到1.8 就是1.2乘等級 到1.8乘等級啦 那基本上0.6大概就有100啦 所以1.2大概就是200左右的防禦力這個樣子 那這樣呢就可以大概辨識出這個角色的破防量是多少 然後體感破防率呢就是真的就是體感喔 這個就是比較主觀一點的 就是我自己個人呢在使用這個角色的時候 我覺得 他的破防的效率怎麼樣啊 或是說他的破防的覆蓋率啊等等的 那覆蓋率破防的覆蓋率這個名詞 其實也是我自己自創的一個名詞啦 他指的是說 我拉開時間來看平均來說 我破防的量有多少 這樣這個是破防覆蓋率的定義啦 好那再來就是這個輸出能力的部分喔 可是輸出能力其實 法師的破防角色幾乎都沒什麼輸出能力啦 這個也是現在法師的一個問題之一喔 然後攻擊距離這個就是湊數的 然後特異功能 特異功能這個就稱上面的這個無法取消點其實是類似的啦 反正他就是 這個角色有哪一些特別的東西是 可能是他才做得到的 或是說 這個是這個角色的賣點之一喔 就會寫在這個特異功能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使用場景 就是在哪些地方用的到嘛 然後身心途徑短頻跟鏈甲推薦 這個都是寫的蠻白話的 好那再來呢就來 介紹一下這個角色的部分 因為破防的角色比較少 所以可以花比較多的篇幅講一下 那首先是中二的部分喔 中二的話你現階段就是 新黑刀會用到 除了新黑刀以外 就幾乎不會用到 所以說你如果是像可能新手的玩家 或者是說你就是不出新黑刀 你死鐵了心不出新黑刀的話 那中二這個角色其實 不 不練也是可以啦 就是 不知道怎麼說會六星 也不確定六星到底要怎麼救這隻角色 那也就是新黑刀專用的 然後泳裝七七香呢 台版應該是11月啦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那泳裝七七香這個角色呢 他是比較偏PVP的 尤其是在進攻的方面喔 防守當然也是可以用的 但是進攻方面呢 是比較有效因為他第一動就是破防啦 他破防會看敵人的數量增加破防量 所以他一動的時候呢就可以把 這個範圍的破防破非常大量 所以你搭配一些初音啊 或者是說公主優衣啊這樣子的範圍 魔法攻擊的角色 就可以很快速的清玩 對面的陣容啊 在1v1在3v3 都會有他表現的空間啦 所以呢 泳裝七七香這個角色是PVP來說還不錯的一個角色 但是他是常駐角啦 所以 石頭比較匱乏的玩家 或是你PVP沒有這麼專職 你只是滑滑水的話呢 沒有其實問題也不大 好 再來是這個倩理的部分 那倩理的話他曾經很好用啦 但是現在的版本 我會覺得說 倩理第一個他幾乎沒有輸出嘛 輸出量太低了 那第二個呢 是他的破防的覆蓋率真的是還蠻低的 因為他破防的招式放的 呃次數有點少 導致於說他整體的破防量是偏低的 只是他有一些其他優點啦 例如他會回血然後他本身是有 坦度的 他的回血比較特別一點喔 他的回血呢是給全隊一個特大吸血喔 就是 呃他會 開下去之後呢 全隊會獲得一個吸血的狀態 那這個吸血的狀態呢就是 我下一次的攻擊 幾乎可以把血量吸滿 如果你身為一個法師的角色 就是你不是坦克那種血超級多的話 你基本上普攻下去就吸滿了啦 所以呢 呃他也是一個變相的全體不滿血這樣子的感覺喔 這個假如他就是給全員一個特大吸血 也就是回血啦 他就是又可以坦又可以回血 然後稍微有一點點破防 那基於這些點呢 要湊合的用的話 我覺得還是 能用的啦 你如果說 呃假設比較缺或是你等級比較低 的情況下你想要湊合的使用一下 我認為這個角色是可以用的上的啦 或是說你是 呃不知道要練什麼角色的話也可以練 畢竟他不知道什麼所謂六星 他搞不好六星很強之類的 然後呢是 獅子花 獅子花跟這個 永黑這兩隻應該是 現版本 呃 比較通用 好用的強勢角色啦 那獅子花呢我個人的評價又會再更高一點 因為獅子花的未來性是比較好的 獅子花勢必是會上專武的嘛 他一定是會上專武的可能三周年前後就會有專武了 所以呢 專武還會再強化一次的情況下 獅子花這個角色我個人是非常看好的 你現在有這個角色的話當然是要練一下的啦 他幾乎所有地方都用的到嘛 你在打聯盟戰 然後打PVP其實也是派得上用場的 然後推圖啊 推塔啊 然後打任何的boss等等的 都是用得上 他的buff的量算是非常的誇張 這其實是獅子花一個 呃比較難以取代的點啦 就是 他的那個全隊buff的量非常的高啊 就連說 用新黑刀 有時候也會用獅子花來 開一下buff 這個樣子 OK 再來呢是這個 霞的部分喔 那霞的話呢 現在就是兩個地方會用到 第一個是新黑刀 那第二個呢 是3v3的時候 是會派上用場 但EVE也是可以用啦 只是 呃不一定 因為EVE通常陣容會放比較 一線的比較強勢的 那 霞在3v3的出場 頻率是會高一點的啦 然後 新黑刀這個樣子 那他的優勢就在於說他是ub破防嘛 所以我可以選擇我什麼時候要破防 畢竟新黑刀我只要新黑開ub的時候破防足夠 這樣就OK了 那其他的時間點沒有破防其實是還好影響是不大的 所以呢 霞就可以說 我就破防就放一隻霞就好 然後我們其他的呢都放補TP或者是buff類型的角色來去增加新黑的傷害這個樣子 那這個是霞在新黑刀中比較難以取代的點 就是他是ub破防然後破防量非常的高這樣子 好 那再來是七七香喔 七七香的話應該是我覺得這個魔法破防的分類裡面最倉酷的一隻角色啦 是 就真的可以完全不練啦 那他也是可以湊合著用一下當魔法的輸出 但是現在法隊就長那個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 對啦七七香是比較倉酷一點的 然後再來就是 永黑啦永黑我之前有拍過一個閒聊的有聊過這個角色 所以這邊就不再多花篇幅來講啦 那那個閒聊的影片我也貼在資訊欄的地方 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對永黑這個角色的評價 那我也覺得他有一點尷尬 但是尷尬的點在於說要不要抽這個 要不要花石頭抽這個角色 是會有一點尷尬的 你如果現在有這個角色的話 我覺得沒有什麼理由不練啦 因為 法隊打boss 他就是會上場 然後比較新手的玩家打pvp也有可能會上場 因為比較新手的玩家如果說你遇到的敵人他的坦克練度比較低一點的話呢 你用這種魔法破防的角色有可能可以硬推過去啦這個是有可能的 這個在滿等環境比較少去做到這件事情啦現在比較少以前會做現在比較少 那如果你是練度比較低的話還是有可能可以派上游泳場 所以永黑這個角色就是 他尷尬的點在於要不要抽 你如果有的話呢就是練了好不好 好那再來是這個 萬聖鏡華 萬聖鏡華在日版是已經有 專武的 那專武之後的強化 不算非常多但是定位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他就是 魔攻層面的buff類型的角色啦 他比較特別的地方是他是不會吸血的 他是少數不會吸血的角色 他的普攻 完全不會吸血 所以他扣血就扣血了 然後他所以這一個角色呢大部分情況下是五星啦 然後特定的情況才會有四星的使用場合 那我會放在破防的這一個點來說呢 其實主要還是說 在聯盟戰的情況下啦 會因為破防而放這一個 角色 即使他的破防只有UB覆蓋力不算非常的高 他主要的核心也是在buff而不是輸出上面 但是 總不會把鏡華放在魔法輸出那個地方吧 所以呢我就放在魔法破防的這一個地方 萬聖鏡華呢 這一個角色我個人的評價是覺得說 如果你專職聯盟戰的話 那這個角色就還是要有 如果說你聯盟戰滑水 聯盟戰不太打的話呢 那有沒有的影響其實是不大的 除了聯盟戰以外會出場的地方 就是打boss的時候 像例如露娜塔打boss的時候 或者是說活動打boss的時候 但是通常這種時候你都會有其他的角色可以選啦 大部分的時候不一定要這個萬聖鏡華 所以呢 萬聖鏡華我會覺得專職聯盟戰 的玩家這邊講的專職是指心態喔 不一定是指說你真的很前面的排名什麼的不一定 你只要心態上你是專職聯盟戰的話 就可以考慮抽這個角色 可以考慮練這個角色 這樣子 好 那關於魔法破防的角色呢 就講到這個地方喔 一個一個角色介紹過 希望大家可以比較了解 每一個角色我自己個人對他的評價 怎麼樣 然後還有推薦 怎麼樣 那關於魔法破防呢 現在尷尬的點就是在於說 魔法破防很少 就是輸出也很高的角色 像物理破防 像克總啊 像零啊 他們的輸出都非常的高 那魔法破防現在就是欠缺了這樣子的角色 缺少了這種 欸有破防 然後同時呢輸出量又很高的角色是沒有的 以前的版本來說就是 永黑啦 永黑就是這個位置啦 那四字花其實也算是這個位置 只是 在這個傷害逐漸通膨之後呢 他們的傷害量漸漸的 不夠看了 那這個是法對現在最大的問題啦 所以我就覺得說 嗯 之後可能 看有沒有機會出一個有破防 然後輸出量也非常高 像零或像克總那樣子的角色啦 那這個呢在永黑的那一集我有更詳細的聊過了 有興趣的可以點過去看一下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喔 那未來呢 呃應該是明天啦 沒有意外的話 我會更新魔法輸出的部分 然後呢再來呢 就會更新未來式的部分 我會簡單的介紹 未來台版可能的排程 然後詳細的講 每一隻角色 我建議怎樣子的玩家 抽這樣子的影片 好不好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就有再關注我的頻道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都可以幫助到大家 更了解今天講的這一些角色 到這邊 謝謝各位